後來在2001年就開始跑環保 其實我剛講過就是在報社的分線就是這樣 你的線就是環保署 環保管理 就是這樣 其實那個是對記者來說是一個局線 剛有講過分線的局線 可是我現在回想起來就很疑問我說 那我要當獨立媒體之前是不是要先報告媒體 就是跑一圈嘛 我有了一些功夫以後我還能幹嘛幹嘛 那其實環境不一樣 不能我這個問題都很難回答 四年來我不斷地遇到這個問題 不斷地覺得這個問題很難回答 可是我回想起來的確在那個被限定的場域裡面 被限定的場域是什麼 我可能每天就只能在環保署裏面磚 然後在那個限定場域裡面養成的基本貢 那其實就是環保署 環保署基本上是很安靜的 可是他沒什麼新聞對不對 可是每天三點半早關就會call你 今天有什麼新聞啊 那怎麼辦 所以就要找新聞給他 那怎麼辦 所以呢 因為我發現在那個被限定的領域裡面 養成了很多所謂的基本貢 多瑪庫 多瑪庫的工夫 那我發現現在很多年輕的記者沒有多瑪庫 就開始哇哇哇就殺起來了 那我覺得我個人覺得就回想自己 我覺得這個跟瑪庫公通還是很可貴 譬如什麼 譬如我認為那是一個記者的基礎工程 你說你怎麼找新聞 還有你怎麼把訊息變成報道 你怎麼看那件事情 另外就是你怎麼跑獨家 跑獨家其實在我們 現在記者好不太覺得 跑獨家沒什麼 還會share新聞 那其實在我們早期 哇 你怎麼跑到獨家 真的就是 你就覺得你那一整天走路都有 好 一日英雄 那如果被獨家了怎麼辦 你就覺得你那天是狗熊 你知道嗎 你就覺得 可是當狗熊要怎麼辦 你就覺得我明天還要再可以獨家回來 報仇 事情的發展一定有進程 你不要 你獨家然後就很開心 然後今天就很涼涼 明天就被人家獨家 他臉上就很難看 那對我們來講 被獨家那真的是國旨 怎麼可以被人家獨家 所以那時候跑獨家 所以那時候跑獨家是很有勁的 就是 大概也不夠十年前那一陣子 就連到跑獨家 你就覺得自己很像偵探 因為沒有人會告訴你事情的全部 所以就回家就會化現 今天你講的這樣 他講的那樣 他講那樣 他自己就畫畫看 他事情是不是那樣 所以你會發現我們有時候寫大新聞裡面 會有些小細節是錯的 那請你原諒我們 我們有時候就是這樣猜猜猜 那大體上不會猜錯 因為你會控制很多的訊息這樣 另外就是我剛剛講 你要怎麼去處理那個採訪跟受訪的關係 那個關係真的很微妙 我覺得我常常說啦 你沒有跑過部會記者 你不要跟我說你當過記者 像我們以前在跑資訊業的時候 就是公安公司呢 每天就給我禮貌打 周小姐啊 明天兩點啊 在某某飯店啊 有那個產品發表會 你要不要來啊 你跑資訊業就是這樣 所以你不會碰出那種採訪的衝突 衝突的關係這樣 就官員常常會想要把你殺了這樣 可是你跟他 你每天要去環保署 上他的廁所喝辣水對不對 可是你每天又要罵他 那個很微妙喔 那個很微妙 真的很微妙 很有趣 寫到怎樣就叫做剛剛好 所以我知道事情 比我寫出來的東西多 多很多 假設有一天寫回路的時候 可能會 你看到很多事情這樣子 另外就是你時間的平衡跟管理 這個不是當獨立記者 才需要時間管理 你就常常看到很多記者 然後因為我們有時候報稿嘛 長官就說啊這個 這個稿不要這個稿不要 然後就看他們開始在call電話 哇等一下10點在什麼 什麼KTV唱歌啊 就開始call起來了 其實像我喔 如果長官說稿子不要 我就開始去翻資料來看 因為我覺得我還沒下班 一個10點就去唱KTV跟我這樣子 就是沒有人找我約會 然後就一直看書 過了10年我覺得那個差異就會出來 所以上一次在政大三個 然後我就會問我說 那老師啊那你不工作的時候都在幹嘛 就想了一下說 對啊 我不工作的時候都在準備要工作 好 對看資料啊 啊你過年去哪裡啊 嘿嘿我在寫稿 好不然就拜拜了 我又跑到獨家 那怎麼找新聞啊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基本功啊 就是你第一個你要知道說你要找誰 有的那天有人問我說 欸原來那個水資源是獨管處管的 欸水資源為什麼是獨管處管的 你想不通對不對 啊沒錯水資源就是獨管處管 那如果不知道那個東西誰管呢 那不然就是很多的記者就會去 就會去問公關科長 我就說你問公關科長新聞 他會跟你講什麼 所以你第一個就是你要知道你到底要找誰 然後我們那時候找新聞 你會常常上網去看公告 看公告 現在有公告什麼 像美流公告呢 就要進來了 那這是一條大新聞 那你怎麼去處理 所以你不要只是依賴那個記者會 我發現很多記者就會跑記者會 跑完就趕快寫 寫完就交三 明天又有記者會 好像明天又有那個環評大會 又一堆人要來 我每天都有跑過完的記者會 另外就是我們會去看主管匯報的資料 就是想辦法就對了 想辦法看到一些訊息 那主管匯報都什麼時候開 沒有公園啊 這邊沒有公園 或是禮拜四 那禮拜四完呢 你就會去到處打聽 剛剛有沒有講什麼啊 剛剛有沒有講什麼啊 所以早新聞是這樣找啊 然後就是有一些不公開的會議 只要是官方要告訴你的新聞 都不是新聞 你要你基本上要這種 要這種觀念 他不告訴你的才是新聞 那其實到現在我還會去尋會議室 什麼叫尋會議室 比如說我們這樣一台教室對不對 那門都關著 那環保署也是啊 然後你就會每天就會打開 然後就進去坐下 就打開進去然後就坐下 然後其實人性很奇妙喔 只要有人性都會有辦法溝通 就會問那個人是誰 我現在不會啦 可是我還是會潛入一些就是 可能沒有人認識我的才能 然後那個人就問那個人是誰 那個人是誰 不好意思問 那有一次就有人問你 請問你是 我說不能講 然後 然後隔天 隔天就等聯合抱頭髮 所以當記者不要客氣喔 你就門扭開就進去 當然十次有大概五次會被趕出來 那你要這樣想喔 你有一次沒有被趕出來 那你就賺到五次 那有些記者就很奇怪 他說今天會不能聽耶 我說他說不能聽 你就 你就真的以為不能聽喔 對不對 我2012年4月10 4月14號去台南 參加一個那個有揚的環評大會 然後他就說 那個環保局長就說不能聽 我說不行我要聽 他說不能聽 我說不行我要聽 不能聽我要聽 不能聽我要聽 就是兩個人這樣對話了大概十分鐘 我說 算了找你也沒有用 你就打給賴清德 那市長啊 你以前在地法院講得跟真的一樣 那今天你環評大會 你當市長就不讓人家聽 可是我那時候就跑去聯合我們記者 就說 等一下我要衝進去 你們跟在我後面 結果那邊記者就跟我說 沒關係啊 那他們等一下會發新聞稿啊 反正我們也不要要聽啊 我聽了都流汗 所以中央跟地方記者差很多 那個水準差很多 講水準怪怪的 就是文化差很多 對 可是後來我就得逞 賴清德就叫人家打電話給我說 欸 朱小姐啊 現在可以聽了 千萬不要放棄任何可以聽的機會 所以當記者 其實有一半是在跟人家吵架 他們是有個同學問我說 欸好像有同學問嘛 當記者要有什麼特質 第一個就是要 很喜歡跟人家吵架 到現在常常在路上 那個排檢的吵架 到現在還是這樣 撞到車沒怎樣嗎 你賠到五百塊 五百塊 好了好了好了 啊回去回去回去 呵呵呵 再吵下去沒完沒了 還有就是說 你要看研究報告 你看你如果看每年的六月十二月 有特別多的研究報告 你要拿來 拿來讀 因為就是四處走動 四處走 像我們現在講成 像我們現在想說 你在寫什麼 看你就會看到一些東西 我要澄清 我要澄清喔 當記者這麼多年 從來沒有說 你不在 然後把你那本摸走 沒有做這種事喔 沒有 就是 不過會說 給我啦給我啦 給我啦 那就給你了 所以當記者的有趣是這個 不是說 人家公公經濟請你兩點去喝咖啡 另外就是你要 常常請教專家 常常請教專家 我寫這樣到底對不對啊 那有什麼其他的觀點 那不要老是問林杰良 有人笑了嗎 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那我就不再解釋了 我幫他審靜一下 他的確是一個 很殺氣的update 就是你不管什麼時候打給他 他都會回答你 那記得有時候時間很趕 他怎麼辦 就找一個好問的 那哪一報問什麼 就 就別的報就會問他 他那天就很忙這樣 另外就是你要知道 每個部會在幹嘛 每個部會有一些 就是這些部會 我們可以講快一點 大家可能比較想聽我 獨立媒體賺多少錢對不對 好 就是相關部會這一些 還有部會裡面有關鍵處事喔 你要進去要找到 哪裡有新聞 你不要老是去那個沒新聞的 跟那個人聊天 然後下午 下午茶喝完了 然後三點半 攢萬call 你說今天沒有事 就很窮 你要知道那個時間 哪裡有新聞 哪裡有新聞 還有立法院 還有立法院 如果你要不到資料 你就要 叫立法院去幫你 這樣 這樣不對啦 我其實覺得 我們應該每個人去 大家知道 有政府資訊公開訪嗎 其實應該那個法 應該大家都要去用 都要去 有時候你看到公務人員 你跟他說資料給我 他一定跟我說 這樣不能等 他說 依照什麼法 什麼法 你要給我資料 然後他其實也搞不清楚 那是什麼法 所以有時候要嚇他 就好像有時候 我們去 像我以前 剛當獨立記者的時候 你去營建所 你要講你是誰 我是公民記者 他讓你進去嗎 沒有 那你走到大門的時候 你就說 跟警衛先生說 你好啊 今天貼記怎麼那麼好 然後說 對啊對啊 貼記怎麼那麼好 你已經走到塊裡面了 真的真的有用 上次 你聽過張翠龍講課的嗎 他上次也是這樣講 你在檢查他的行李 他就開始跟他聊天 哎呀 你要不要吃吃那個八仙果 什麼的 大家記得 什麼 就是要有多種才能 我剛剛講的 多種才能 搞清楚哪個委員會 我不要那個 要聽聽那個 然後找錯的地方 另外就是你要了解 那個政策跟立法的過程 我講個例子 大家就知道了 你說我們常 為什麼 我就跑徒家很簡單 沒有那麼難 比如說 比如說 我們上位級修了一個 立法院的法 就是說 兩把要協商對不對 可是如果一個月之內不協商 視同協商 那像我知道這個房的話 我到快一個月前 我就會去問說 欸那你協商怎麼樣啊 哎呦呦呦 前幾天協商好了 有結果了 那你就是獨家了 那有些記者就是 散散的 然後他也不知道 一個月不協商 視同協商 所以你就被人家賭家了 所以跑徒家真的沒有什麼技巧 就是你要多那一點心 多那一點心 你們說像有時候土壤無人 然後官員就會跟你說 啊我們現在已經採樣了 然後過了休會公佈 對不對 標準說法都會這樣 那有人記得就是啊 忘記了 那像我會怎樣 我就會在兩週後的前兩天 就會在日記本上寫 你檢測結果可能要出來了 那我保證你去問 絕對有結果 保證獨家 所以有沒有跑獨家 就是我覺得就是多那一點心 多那一點心跟那個注意這樣 那你看程序就是這樣 政府機關就是他會有草案 他草案 我就草案去跟他要草案了你看 然後他會嚴商 然後會預告 預告是網站上面都有 預告 預告完他會辦公聽會 然後他會確認程序 確認程序基本上 就是會請他們法規會看一下 有什麼問題 沒問題就是去報院 報哪個院 報刑政院 那行政院過了要怎樣 可能需要去立法就去立法 那完之後呢 總統公佈 所以你如果知道 每個程序